我们就埋伏在这里 等那些残兵败将 乖乖地跑进我的网子里 你是受小则 我会把他们全部见面 此宿口地形宽大 以他的兵力 不可能完全独自那些 总会有漏网之余 而我们 就是这最后的 欲望 小龙哥 郭静世 快点 杨志辉 张科同志 金氏兄弟 我就把刘干世托付给你们俩了 请你们俩确保他的安全 并协助他来完成这次任务 这么一天 杨志辉 你带着南马路和女马路闲车 我这帮兄弟们给你们打眼火 金氏兄弟 我现在叫你一声兄弟 那是因为你是个民兵队长 等你完成了这次任务 有机会咱们再见面的时候 你就是个八路军战士了 那个时候 我就叫你一声金氏同志 拜托了 拜托了 三连的战士们 咱们为死去的弟兄们报仇去 跟我走 是 还神经 我 黄金 这是我们的目标 谁能得到 谁就是大日本帝国的勇士 给我狠狠地打 正南 这样打一圈可不是办法 没有其他出炉了吗 南面是大河 北面是沼泽 不管我们从哪边走 逃出去的可能性都不大 那咱们还是从沼泽走吧 就算逃出一个人 也要把最重要的东西带出去 可是如果我们都陷进去了 那一点远回的余地 一个都没有了 那也比让小鬼子困了你这女娃的枪 俺就在前头要先 先先先先 你们啊 他的财产 谁能过去 还是呢 黄金师 我没跟他做你 走 走走走 走 带我到达了点 我会不会结婚了 就算我过去 你不得了我 带我去 我开心 我把小鬼灯 啊 跟我追 盈老远 你先走 快走啊 小姐 跟我走 小姐 给我进攻 快 快 小姐 快 快 快 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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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公 李二宝 公警室 下桥子 公警室 快来吧 快走啊 公警 安兄弟啊 安兄弟在哪儿 安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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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鬼子 来吧 绝你苏爷爷来啊 还有什么 我还一颗送人来 你 我有两颗 来 好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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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命 су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救我 你别乱动啊 救我 别乱动啊 狗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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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大鬼子死的 今天看娘的时候 跟她戴上军装 都说让她穿过的 人呢 咋都剩下咋咋了呢 咋就剩下咋咋了 走吧 我们走吧 还有三十三个兄弟呢 董锦师 这儿太危险了 快点走啊 这三十三个兄弟咋都没了 走啊 不是 这一休之间他们咋就没了 不行啊 得去找他们呀 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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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够坦子呀 够坦子呀 董锦师 快走 走啊 这里太危险了 跑啊 快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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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回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全军覆盟 怎么会呢 日军偷袭了于树孙 三连整个部队惨遭未见哪 日军怎么会掌握三连的行踪呢 这么机密的路线 是由你我和电信处的人知道 我们的密码本只有两本 是谁保管着这两本密码本 李德莱和汪清淮 重点调查这两个人 他们的住处 最近的一切活动 包括他们的家属 都要彻底地查清楚 一定要把这个阶线给我救出来 是 还有 这件事件事关重大 不能再有任何善事 明白 去吧 好 我送你 那边 我去找一家 你 去吧 我送你 你 我送你 我送你 我帮你 我送你 我送你 你 我送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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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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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可就发财了 国共合作也有几年了 咱们这么做恐怕不合适吧 国共合作关咱屁事 他们上面摊下的合着几百两 咱们给他们卖命为了啥 你说 为了啥 组长说得对啊 跟着组长干 那才是有活头 这还差不多 有感性 现在我命令你来完成这次任务 指导员 三连的战士们 三连的战士们 咱们被死去的弟兄报仇去 跟我走 这项黄金 对了中南根据地意义重大 它关系到整个根据地的转移 关系到众多老百姓的生命 王连长 指导员和全联的战士们 都为他牺牲了生命 我能够完成这个艰难的任务吗 我怎么感觉他是那么的沉 要得我喘过过气来 帽子 蛋子 猪子 二婆子 都来了 啥 俺不哭 你们啥时候见俺哭过呀 你们都没了 俺哭有啥用啊 俺哭 能把你们哭回来是咋的呀 你们是 俺知道咱们是从小一起光骗过长大的 你们肯定不会让俺一个人往前冲他 他他他眼睛瞅不瞅啊 你说现在要剩下俺资格了 你还怕怕哪 大咱们进民兵队这天气 咱们想的是啥 不就是能传上那张遗仗打鬼子 让咱狗家店的人对咱高看一眼吗 可这同会上战场咱就把命都给打上了 你不是吗 我认识吗 你不认识吗 我认识吗 我认识吗 物价 有点 这套 我认识吗 我认识你 你们不认识吗 你协讆吗 我们都可以 小董 来 把这个带上 来 去那边洗吧 洗吧 洗啥呀 碍又不是娘们儿 碍一个低腿抛婶的 有啥可戏的 你戏能把人戏活是咋的 你这次跟着苏下咱们 其实是为了去延安深造访 一开始的时候是想去延安 但是现在有更重要的任务 我必须要去完成 这样 你先去延安吧 你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是 这个任务我还要完成 等到了夏秋朴 我们就向上级请示 让你自己一个人先去延安 老客 这个任务是上级亲自交给苏指导员 王连长和我的 他们现在都牺牲了 你说我能走吗 更何况我有责任 我也必须要完成这个任务 这个任务实在太重要了 它关系到整个根据地的转移 关系到众多老百姓的生命 你说我能临阵脱逃吗 那这样 咱们现在就东神赶往夏秋朴 只有把这个任务顺利地完成了 咱们才能对得起苏霞同志 和王连长的牺牲 怎么清了 不会是少了吧 盛南 这怎么会少的呢 小如本能撵你们屁后追你们 你别告诉俺是因为这悲能 真假呀 真因为这悲能咋的啊 郭警师 不是 要真因为这悲能 俺能三十三个兄弟死的 可太鬼了 郭警师 我和你说过了 这是个秘密任务 咱们现在最重要的 是要赶紧去夏秋朴 这样 等以后有机会了 我慢慢告诉你 好吗 咱那挑战上当了呢 姓老邱 就是这儿了 走 走 走 姐 帮帮我 慢点 慢点 重死了 来 进入进入 左右各一支灯笼 指导员说过 这是表示监印站安全的信号 郭南 这交通员怎么会是两个大姑娘啊 咱们不会找错地方了吧 指导员说得很清楚 应该不会错 管他对还是错呢 先进去啊 弄口干净吃再说 要不就得弄私人了 郭警师 来 来 来 谁呀 大妹子 过节好啊 这位大哥 你是打哪儿来的 怎么以前都没见过呢 来 我还是做的 老板 我告诉你 哎 我觉得这种 警察 保证 哎 刚刚 我们没想到 散播 等下 我 好像 我们 轻小 帮大家 你 你 你也没有全境覆没 到底咋回事 清查虞树村的战场 找到了所有执行此次任务的 三连战士的尸体 你看 这就是名单 在这份名单当中 并没有找到刘胜南同志 而且在这些尸体当中 发现了一些 来自附近苟家店的民兵 而昨晚前往街新兵的张克同志 目前下落不明 有种推测 刘胜南 张克携带黄金 安全队 三位怎么称呼啊 张克 刘胜南 狗金是 请问您二位怎么称呼 我叫夏春娥 这是我妹子春兰 大家都别站立啊 快坐吧 坐坐坐 三位是打哪儿来的呀 实不相瞒 我们打昭远来 昭远 那你们一定累坏了吧 累倒是不累啊 就这肚子都饿瘪了 这好办 春兰啊 去厨房 把那个刚出锅的馒头 给大伙儿端上来 还愣着干嘛 快去啊 行 来来 赵 好 这儿 妹子 既然有馒头那就本客气了 你就挑那个大个儿的给咱们捡 那啥 有大通膜 开拿两份 好 这一看就是饿坏了 好说 我再给你们炒几个菜 大姐 大姐 不用麻烦了 我们待不了一会儿 不麻烦 不麻烦 你们在这儿坐着 一会儿就好啊 盛南 有点不对劲 是啊 暗号是登上了 可是他们好奇怪 又啥不对劲的 人家给你炒菜去了 奇怪可啥 还能给你瞎毒啊 让我说呀 你呀 就别跟人家绕环子 直接跟人家开门见山 这样 咱们啊 再出去试探试探 行 走 这真是 站住 干什么你们这是 你不是说这是自己人吗 这自己人 咋还干着自己人了 谁跟你是自己人 说 你们到底是谁 我 大姐 我们是八路军交通区一营三连的 鬼才相信你们 说自己是三连的人 今天你们算是撞枪口上了 你们骗得了别人 骗不了我们 这小妮 你开枪啊 闭嘴 说 你们到底是谁 为什么要冒充三连的人 要是再撒谎 信不信我一千碰了你们 别冲动 千万别冲动啊 大姐我们没有冒充 王林长带领了三连 昨天晚上 昨天晚上怎么了 在榆树村全军赴墓 我们是在苏夏同志的拼死保护之下 才逃出来了 你们拿什么证明 这是王林长给苏指导员的 苏指导员又给了我 王林长 王林长是安姐夫 昨天晚上 阿赫安姐抱了一宿的饺子 就等着姐夫带着大家伙来吃 这回倒好 永远都等不来他们了 报告仲总 那些八路确实已经进入村子里了 小小近村 千万不可打走军舍 小桌姐 既然他们已经进入侠球部 那就说明 他们并没有发现 我们手里有他们的地图 也就是说 他们会继续沿着既定路线前进 我想 我们还是在路上堵住他们吧 报告仲总 下丘铺黄蟹军队长王胡子前来报告 王嫂 下丘铺这一带的防务工作 是由你来负责 这正是在下 那你 对这一片的交通要道 以及山间小路 应该是非常熟悉了 在下是烂熟与羞 是 我有一件事情 需要你的协助 我们的部队 被鬼子打了为奸 王连长是为了掩护我们突围 才壮烈牺牲的 嫂子 王连长是好样的 他带领的三连 也同样是好样的 川哥 春兰 我知道你们心里难受 我们大家心里也不好受 可是我们没有时间去继续悲伤了 时间不等人 必须得立刻动身赶往下一站 这个道理我懂 完成任务最重要 我一会儿就让春兰 去给你们准备干粮 对了 你们打算走官道 还是走香道 这话怎么说 这话怎么说 走官道 就是走大路 去平渡县城 走香道 就是翻山路 去马歌庄 王连长平常走哪条道 他们人多 一般都是翻山路 去马歌庄 那条路知道的人少 先对比较安全